小产权房是什么意思?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 为办理相关证件 为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 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 而是由乡政府或村政府颁发 一称乡产权房 小产权房不能向非本集体成员的第三方转让或出售 只能在村集体成员内部转让置换 小产权房的出现与城市房价窜声密不可分 若干大城市的房价长期快速上涨 远远超过了当地一般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与此同时 政府经济试用房连租房的建设 无法满足这些住房需求 小产权房就存在着大量现实的购买群体 但小产权房不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既不能办理土地使用证 房产证 弃税证等合法手续